这个地方 特别注意 这个还好 已经不是比例了 047就换一种 那这里比较特别应该是这个地方 三等份 比如说这个地方 怎么样三等份 那等一下再来看 第一个呢 底部65 这个还有尺寸 再来我只是到几个数字 这边到这边 66 所以其实这边可以画个什么 画个圆 对不对 再来50 它并不是告诉我从这边到这边的距离 而是告诉我垂直的距离 也就以后如果你看它是个垂直的距离 你可以用什么 用偏移的方式 偏移之后50 它就会有一个焦点出来 那有个焦点这条线就OK了 那有一个焦点之后 这个点延伸过来55就OK了 那再把它折回来 这个部分呢 就可以画出我们要的形状 不过呢 它还没那么简单 它最后这个地方 这个线段怎么样 要三等分 特别说这等于 等于意思就是说呢 这一条线要把它三等分 三等分之后呢 我们才可以去做后续的处理 所以你要怎么刚好把它三等分呢 这个地方 这一题的作用 特别注意就是说 这里还会需要用到一个就是把这条线 切割成三等分的一个指令 OK那把画面 我们来看一下这地方怎么怎么怎么画 第一个 以物的部分呢多少 62.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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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OK 65 OK好 那再来的话 画一个圆 等于是画一个66的圆 然后再把它偏移 偏移的话 偏移50 Enter 然后直接把它往上 偏移 有没有 就一条线 利用这条线呢 就是一个焦点 对不对 连起来就OK了 OK之后再往这个方向多少 55 Enter 然后再折回来 到这个端点 不是四分点 往这个地方追 追 端点点下去 OK好 行刀就做出来了 再把这个跟 这个 做删除 好 删除完毕之后的话呢 这一条线呢 怎么样做等分 因为他现在是一条线 希望变成 三条线 而且这三条线呢 都一样长 好 那你当然 方法最简单是什么 修改里面 物件里面 物件里面 我 记得这边有一个是 物件里面有一个是 修 应该是 嗯 和 词 噓 日子 词 词 省